大家好,我是馬佐 這次寶可夢HOME在前陣子迎來最大更新2.0.0 將明亮珍珠、垂上鑽石及寶可夢傳說阿爾咒詩可以上傳到HOME了 並這次的更新內HOME的圖鑑增加了喜測地區及地區的樣子寶可夢境遇 這次就簡單將本次的更新重點及部分玩家的威力統整 首先是Switch上版本目前開放可以上傳的軟體 共為4款分別對應不同版本 以及Pokemon GO及3DS上的寶可夢銀行都可以上傳 更詳細上傳版本對應請看雙明欄的官方連結 畫面上也可以看到新增喜翠地區的標誌及阿爾咒詩內內有的頭目標誌 也可以看到地區的圖鑑的寶可夢都可以上傳 而BDSP有部分的寶可夢因系統的問題暫時無法上傳 如幻幻般這種多樣貌的寶可夢 另外這次官方為了斷絕之前系統造成的BUG的混亂 規定BDSP及阿爾咒詩版本內本身的神獸和幻獸 同一個編號只能上傳一隻如地亞盧卡和蟹咪等 如果從舊世代或其他版本上傳的就不在此內 但如果為Pokemon GO捕捉到的必須要本身的紀錄有開啟圖鑑後才可以上傳 在HOME程序的說明內可以看到這次寶可夢的詳細資料 可以看到這次寶可夢的捕捉的地鐵及方式和時間及能力值 也可以看到這次新增的奮鬥值能力 有空奮鬥值能力V數判別之後會找時間一一說明 如果有購買付費方案的玩家還可以開啟更多功能 而沒有購買的也不用擔心 通販有免費30個空格方便玩家使用 由於阿爾咒詩內容無特性必須要傳到其他版本才知道特性 所以將有同目記號的寶可夢和一巴抓到的寶可夢傳至其他版本 本次傳至第八時代寶可夢艦隊來看一下他們能力是否有變化 這邊要注意一下 由於先前說的BUG的問題造成官方這次大規模更改HOME的資料 因此將不同版本抓的寶可夢招式及其有種都會有微妙的變化 甚至有一些稀有招式都會被洗掉 請上傳好之前先確認一下是否要上傳 記錄前系統也會提示 接著進入遊戲內看這兩隻的數據 如果已開啟個體檢測也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無科海兜的特性是普通特性 招式的部分則沒有任何變化可能是版本為最新時代的關係 能力值也沒有分鬥值等數據 倍數方面則是遙遠的地方並無特別之處 接著是大色填 城市一樣為普通特性 能力值也和剛剛的無科海兜一樣沒有分鬥值數據 倍數也是無頭目等說明 猜測是劍盾系統無這類數據所以無法顯示 在錄影前也測試過很多寶可夢上傳 全部都是為普通特性 包含神獸及幻獸及頭目給的劇情的寶可夢都為普通特性 故推論阿爾索斯來的寶可夢全部皆為普通特性 繼續將這兩隻放到BTSP內 就可以看到球種變化為奇異球 跟劍盾版本的精力球不同 數據方面則是跟第八代的招式一樣 並無特別的變化 再來進入遊戲內看是否有其他的變化 順帶一提 控制無法攜帶道具搶上來的 如果有攜帶道具 就會被搶置放在道具欄內 無科海兜的部分 在備註欄 從遙遠的地方改成 從過去神奧地區穿越時空來的 而其他能力目前看是沒有任何變化 章方面有沒有中加額外的獎章 這部分是跟劍盾版本是一樣的 頭目大蛇舔招式跟數據的變化都沒有改變 備註方面也是從過去的神奧地區穿越時空來的 可惜頭目的大小及說明或獎章還是無法呈現出 估計也難要下一世代大小差異才有爆發血刺出 接著其他玩家詢問 阿爾宙斯萊的寶可夢球種都會變化成奇異球 那是否可以遺傳呢? 這次就將無科海度是否能遺傳球種來進行測試 一番為白邊怪 一番為阿爾宙斯萊的無科海度 我以前也先測試過 不論是否有使用不變的支持來培育都不會影響球種的誕生 只會影響個性及地區型態的寶可夢而已 如果對寶可夢的培育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參考其他玩家的教學 也建議非必要還是建議在劍盾內培育會比較方便 PTSP內的浮育跟劍隊相比非常緩慢 所以劍盾內的培育還是比較輕鬆之在 除非是有想要在第四代中有的寶可夢除外 經過漫談的腳踏車來回跑 終於符號完成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無科海度的球種 視為精靈球並沒有變化成奇異球 因此將奇異球歸類跟大師球及配布球 是同一種特殊球種 至於下一個版本會不會將奇異球可以變成遺傳還不清楚 以目前的版本來看是無法遺傳的 那我們將BTSP或劍盾版本的寶可夢傳來阿爾宙斯版本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葛海兔的球種變成奇異球 詳細類也多了尺寸大小 而尺寸大小目前還不清楚決定的因素 招式方面會因為版本的不同有所變化或移除 能力值則多了基礎的奮鬥值上去 這部分會另外再解說 備注則變成從全新的神奧地區來 還區分新舊神奧地區的差異 接著是HOME上面的圖鑑也新增了洗垂地區專屬圖鑑號 維889鬼角路到編號905眷戀雨 共7種洗垂新圖鑑 另外地區圖鑑也在舊圖鑑更新了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將HOME全圖鑑收集完成 就可以得到稀有獎勵於500年前的馬基亞娜 再來許多玩家在阿爾宙斯內抓到的思維 想要傳送到其他版本但沒被空間不夠 因此就來說明以HOME付費方案的差異 首先付費方案有三種分配為30天和1個月及1年 價格也會依所有地區不同而所有差異 建議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區域購買 目前香港區域30天方案為23港幣 約新台幣90元左右 第二種方案港幣38 約新台幣150左右 第三種一年的方案 港幣123元 約新台幣470元左右 不管選擇哪一種時間方案 所使用的付費功能都是相同的 並不會有所詐異 請玩家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各種方案 也可以在手機版和寶貝夢HOME城市內購買 價錢也有所不同 另外留存大量金幣的 這個軟體也可以使用金幣來折扣 如話論所示 玩家金幣累積夠多 甚至不用付費 這邊建議將金幣集中在固定區後 未來有其他遊戲想要入手 折體會比較多 確認好選擇方案後 並折體禁閉 勾選同意並同意購買 之後電子信箱就會殺到完成的通知書 並表示購買成功 再來是訂購付費狀況後 最重要是將續訂取消 來到哪套E-SHOCK 選擇NSO付費快源 並點選右上角的頭像進入後 可以在這邊確認自己的軟體 是否有續訂付費的情況 選擇Home並取消續訂 這樣時間到了就不用擔心自動續訂的問題 下次會更深入Home付費的功能 及連結功能做介紹 有其他想問的問題或講解貨物的地方 請留言告訴一下 未來也會針對寶可夢周邊的串聯 及系統功能做講解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重點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再麻煩分享 我是馬叔 再次感謝您的觀看 請記得按下 請休息一下 最終有請 請認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